好 最基本的 要當這個行業 其實我剛剛課堂證就有講 你一定要有這個專業的知識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專業的知識的話 你看如果像我沒有這樣的專業知識 你敢給我來用嗎 一定不敢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一定要具備這樣的專業知識 還有就是說你實習的經驗夠不夠 就是你有沒有這樣的實習經驗 一般來講說文物維護或是修復的話 都是師徒制的啦 就是說你一定會跟一個老師 或是怎麼樣 剛好我是因為學這個科目的學生 所以當然以前都有老師教 那更以前的話我是在 孫羽博物館有當過維護的工讀生 所以說在這個技術的方面 我大概是會稍微比較了解一點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有講到的孽子 然後對不對 還有一些就是紀錄用的東西 呃呃齒啦 最好是用布齒啦 不要用鋼齒什麼 因為那個有人有角的 那個一定很容易會 會刮花表面啊 或是勾到什麼 一些纖維什麼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會有很多一些化學的東西 除非你真的很專業 怎麼去用這些化學的用具的話 你才去用這些 一般維護的話就是一般軟刷啦 還有會做一些紀錄 拍照 這樣就ok了 對